各位好,我是夢幻光 夢幻光光哥要來介紹牌組啦 今天要介紹的牌組非常非常的簡單 繼我上一次介紹完熏風牌組之後 邀請一曲來熏風 之後我們準備要介紹這個卡通 這個牌組搭配我們的這一張卡 神聖鎧甲進鎧 非常喜歡這張卡,帥到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因為進鎧甲的效果是 我方早上表示的怪獸被選擇為攻擊對象 可以發動,攻擊對象怪獸的攻擊力 變為與攻擊怪獸攻擊力相同 非常的饒舌,簡單來講 你打他就吸他的攻擊力 那你們攻擊力一樣的時候 理論上要對爆 這時候呢,這時候呢 這時候呢,這個卡通王國就會跳出來說 請問你是否要跟他對爆 你的良心故意的去嗎? 馬上暗示 對,那這時候就可以除外這個 這個牌組上面的一張牌 那就可以防止戰鬥被破壞 那被戰鬥被破壞 對方爆掉 你又吸到對方的攻擊力 哇賽,這個真的太爽了 對,那這副牌的這個核心的初衷就是用這樣子 好,那 有一些比較要注意的卡通怪獸的細節 我等一下會說明 那我先說明 這個卡通王國的好用之處在於哪邊 那可能現在比較少碰到 那可能 舊玩家一定很熟悉啦 那卡通王國 只要這個發動的時候 要先除外三張牌 那三張牌之後就可以發動 所以有可能會除外到進凱 那就算你衰吧 好,那 發動的時候 這個 只要這張卡在場上 就視為卡通世界 那最主要的是後面兩個效果 超好有用 只要此卡存在於場地區 我方不可以被指定為怪獸對象 等於就是跟揚岩獸一樣 被方沒辦法對你用控制器 被方沒辦法對你用死者電影 沒辦法用森羅的葉子炸你 對,那 當我方場上的卡通怪獸 就因戰鬥或效果破壞的時候 可以除外一張牌 代替破壞 對,那 代替破壞 就是這張牌 這副牌的跟進凱搭配的主要原因 好,那 簡單來講就是 撞過來開進凱 那 下一回合 我們吸到他攻擊 下一回合是不是 就可以做直接攻擊了 卡通怪獸可以直接攻擊的動作 那就會很恐怖了 對 好 那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玩 那 講一下卡通怪獸 因為可能 比較少見了 那有一些要注意的點 總共有以下這些點 各位再幫我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點就是 卡通怪獸非常怕場地被拆 卡通王國被拆幾乎就輸了 那至於要不要放 這個 關於保護的卡像 我們的 譬如說 魔法守衛 卡牌守衛 這一些 那我自己是不喜歡放 我就想說被拆就被拆 被拆就算了 就被打就算了 對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網上打 那你可以建議 你可以放一下 好,那第二個是 卡通怪獸在召喚的時候 那一回合這邊都有寫 召喚的那一回合是不可以攻擊的 所以你在召喚的時候 你一定會先被打 那被打就可以開盡開 所以這是也不錯的搭配 第三個 大部分的卡通怪獸 在攻擊的時候 要支付生命值 像惡魔要支付500點 美人魚要支付500點 那這一張比較特別 等一下會說明 好,那第四個就是 卡通怪獸是可以做 直接攻擊的動作 直接攻擊玩家 非常的爽 對 好,來第五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 卡通怪獸很多都是屬於特殊召喚 所以你可以一口氣上好多卡通怪獸在場上 舉例來講 你手運氣很好 有三隻美人魚 你可以一次丟三隻 因為美人魚是屬於特招 那惡魔也是屬於特招 但是這一張很特別 它就屬於通招 對,那等一下會再做說明 所以我們要搞清楚 它是特招 它是特招 它是通招 好,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也就是說 惡魔跟美人魚一定要有卡通王國 才可以召喚 但是這張假面魔道士不一定要 好,那以上是 這個卡通 還有一點就是 卡通怪獸 這個場地卡很重要 這是第六點 所以我們一定要放檢索場地的 那就用我們的行星探測車 看我們的卡牌 卡通目錄 那一定要拿到場地卡 不然就很慘 所以技能選用重新開始 那幾乎啦 五場裡面要沒拿到 大概 大概只有一兩場不會拿到 應該是蠻容易的 對 好,那以上是卡通世界 卡通牌組比較要注意的點 那我現在特別來講一下 這張為什麼會選用假面魔道士 因為第一個 他通常召喚 感覺不好用啊 主要是因為 我們要吸引對方的攻擊 那吸引對方的攻擊 攻擊力低的 對方才會打嘛 那打了就吸他攻擊力爽啊 對 那 這張卡 他不用卡通世界也可以召喚 也可以攻擊 對 但是在 卡通世界 這個 被破壞的時候 他就會 這個被破壞 那 那此卡對對手造成 這個戰鬥傷害的時候 我方從牌組可以抽一張牌 也就是說 對方打你 你開進卡 對方爆掉 再一回合你直接用這張攻擊他 對他扣很多血 外加 還可以再抽牌 所以這是我覺得這副牌最搭的地方 好 那廢話不多說 光哥就趕快來帶各位看回放囉 Let's go 好第二場打我們的尾目與太阿太 好來一個牌組平衡 我們的騎手還好 至少有行星探測車 好來蓋一張 來探測車直接拉我們的王國 來卡通王國到場上 好來那這時候先除外三張 這個美人魚是特招 那特招的美人魚拿來深招惡魔 對 好來對方一個機械天使的儀式的一個牌 好來機械天使的儀式 好來直接召喚一隻圖吉尼 那我們當然不可能讓他丟阿 來我們就直接這個控制器打開 拉過來丟他 這個對付這個圖吉尼控制器他最賭爛了 好來一張進卡 來我們放一張這個假面膜道士來釣他 好來對方一個牽手神 好來招了一張龍姬 那我就等他的龍姬打我 來龍姬來了 水 好那龍姬這個攻擊力沒有增加 他是用這個另外一張做這個儀式召喚 好那打過來我這個這裡先不開 我要吸的是龍姬的攻擊力 好來龍姬打過來近開打開 那很可惜的他也有可以防這個破壞的 所以他也可以除外 那沒辦法打爆他那有點可惜 好那我們的攻擊力變2500 下一回合可以直接攻擊了 好來抽了一張行星探測車來直接攻擊 好那還可以再多抽一張牌 爽 來對方一個牽手神 又拉了一張龍姬 那他會燒第二張嗎 不會 好來那他打過來 好那下一回合就換我們啦 好來美人魚上一隻 美人魚又上一隻 這已經不是重點了 我們已經直接攻擊就好了 爽 那吸收了龍姬的攻擊力之後 這一張就變得很恐怖了 對 那這個給對方傷害還可以再抽一張牌 超好用 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這場打我們的孔雀武阿武 唉剛剛又那個 錄一錄又發現那個背景 那個沒有弄好 真的反而又要重錄 所以我現在心情有點堵攔 好來我們一個卡通目錄 拉了一個卡通盜帶 好來卡通王國先上 好來兩張美人魚就直接丟 好因為我沒有進鎧 所以我先用手背 好來對方一個森羅撞過來 來我馬上除外一張 抵擋戰鬥破壞 好來來一個卡通盜帶 好來打一下喔 打一下喔 再打一下喔 哇賽直接秒掉 所以卡通本來就 不弱 對 而且卡通可以不被指定對消 又可以防戰破跟效破 滿猛的 對那基本上森羅 沒有把你場地炸掉 應該是贏不過你 對 但是森羅還是 那個香菇還是 那個蠻盛行的 所以 還是有點危險 好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這一場打我們的 約翰Anderson 阿森 表遊戲 其實我還蠻喜歡表遊戲的 因為有一種 就是沒有那種太主角光環的感覺 好那我們先用這個卡通幕 直接拉了一張卡通王國 好那這時候 是用卡通王國 來除外三張 直接招美人魚跟我們的魔導師 那看得懂嗎 魔導師只能通招 對他只能 他不可以用卡通怪 卡通 這個 就算 也就是說魔導師沒有卡通世界也可以招 但是這個美人魚一定要有卡通世界 對 所以美人魚是屬於特招 所以才可以一次招兩隻 好來對方一個孢子 那我只求 不要是香菇 不要是香菇 我就贏了 我就贏了 也沒有贏了 就是勝算就很大 那對方沒有用到香菇 對方再招一個蔥味戀人 來來放了一張樹 來了一張葉子 好那很好 對方耍白癡 葉子不能指定我們為對象 所以他炸到了自己 來又是葉子 結果對方還是沒有翻到香菇 不好意思阿 那這就是你的問題啦 欸 好來直接這個 來他打過來的時候 我們進凱打開 來吸收他的攻擊力 利用這個卡通王國的效果 他被破壞掉 我們不會被破壞掉 那對方打過來卡通王國給他擋 那我再擋 那下一回合這兩隻就可以直接攻擊了 好來直接攻擊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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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超衰 對方一個根性 那這個很有可能被他反殺 因為對方又翻到葉子 那如果翻到香菇我就吃屎了 結果好險沒事 所以我跟你說嘛 這個根性真的是蠻靠北的 對 好對方就直接自殺了 好險好險好險 有站住腳有站住腳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場 好這個應該是我們的第一場啦 因為我剛剛發現錄影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掉到這一場來 來玩騰翔 這個龜瓶頭髮跟龜瓶一樣長的傢伙 當弟弟的都會這樣是嗎 好來一個卡通王國 來除外三張 好來美人魚先丟上去 那我這次第一場有點不太熟悉 所以我的進凱有在後面 那我的美人魚應該用攻擊狀態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就可以戰破他 對方一個蘿蔔 那我們直接吸他的攻擊力 對 因為你看喔 如果我今天用手背 我還要多一張除外的 呃本來就要除外啦 但是我就變成我 他場上還有一張牌 沒有辦法戰破他 那就會有可能被反殺 好那這時候 我們來一個卡通盜帶 好來卡通盜帶可以打兩次 欸 那這時候控制器打開 直接拉過來 各位再見 呼呼 不是各位啦 是這個翔哥再見 欸 好 那相信各位應該知道這個搭配怎麼使用了 我們再看一場 下一場回放 好了 回放的最後一場 打我們的性子 欸 這副牌 呃我跟各位講 一路這樣打上來 應該十場大概有贏 六七場 欸應該有七場 對 那 那 我就沒有繼續往上打 應該要上傳說不難 好來對方一個聖杯 好來 那拉了 讓我拉了兩張 對方蓋了一張牌 那這時候我就直接伸招我的惡魔 那下一回合才可以攻擊 好那我這時候再拉了一張 好來對方一個傳送惡魔 喔丟了一個魔導師 好那這邊 他犯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錯 這一張可以清後台或前台 那他選擇清我的前台 那我就利用 這個卡通王國的效果 直接除外 這個防止戰鬥破壞 那他這張打過來的時候 我直接發動靜凱 吸他兩千的攻擊力 然後再用王國除外一張 好接下來下一回合 直接攻擊 喔 所以這個 呃有點運氣比較好 因為對方剛剛如果拆我的王國 我就輸了 欸 那他選擇拆的是前台 欸那前台 直接用王國的方法 直接保護 這個不配戰破就可以了 欸 好那 這副牌 應該可能會有些人有興趣啦 因為他 我覺得不會很難 蠻平民的啦 因為卡通本來就是 呃不會到很難拿的一些牌 對 好 那我們就直接天梯打實戰囉 Let's go 第一場打我們的約翰 Anderson 好那有靜凱 有目錄 哇塞 神奇手 但是好像也沒有神奇手 因為你有惡魔 你卡手了 你沒有辦法 那個 第一回合先招怪 欸 好來我們就先蓋一張靜凱吧 對方也蓋了一張牌 那應該是沒有要打我們的意思 來抽牌 好嘞 神奇手 很好很好 好來先下 好來王國先下 那除外三張來直接特招我們的這個卡通惡魔 來倒帶蓋場上 好來 這回合還不可以攻擊 那我們再 先在下一回合再幹死他 下一回合直接倒帶乘以2 就棒棒 中兩下就死了 是神羅嗎 是神羅嗎 好來下了一張蘿蔔 那應該是神羅 沒有打 所以 好來一個假面試 這邊我只要用倒帶我就贏了 但是我想給各位看靜凱的效果 那我先不先不用倒帶 應該還可以撐吧 不會最後搞死自己吧 好沒關係啊 搞死就搞死啊 管他 來誘惑他來打我的魔道士 來來來快快快 哥別鬧啊 快啊 好來對方一個繩子 哦 縫手竿 哇賽 哇 會不會剛剛玩太大啦 來放下花園 來3900 我應該是頂得住沒有問題 好來囉 來來來來來來 終於來了終於來了 好來這個先讓他打 來直接先 除外 這個不被破壞 好來 那我要的是 否手竿 他可能還很開心 哇 對方沒後台喔 我在等你啊 來來來來來來 快快快 水水水 好來 靜凱給他打開 來吸他的3900 來 我們不會被破壞 他會被破壞 好 那下一回合 我們就可以用3900的直接攻擊 好那 不鬧囉 來抽牌 好 那就直接不用給他客氣了 來 直接套袋 給他打開 裝上去 好來 直接幹爆他 好來 撞兩下 第一下 水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我在打實戰的時候 都會 想要以給各位看這個combo為主啦 但是像剛剛其實 要是沒有弄好 搞不好就搞死自己了 好險好險 好 那我們就再打一場 欸 let's go 好來 這場打我們的暗馬力克 好來 一個黑暗 哇塞黑暗 會是燒血流嗎 喔 這個洗手讚讚讚 好來 對手一個抽牌階段 好來 下了一張sasuki 好來 那我們就不用客氣了 來抽牌 來直接卡通目錄拉卡通王國 好 來拉了一張卡通王國 來直接拉我們的魔道士 各位有看到魔道士是直接可以通招的 剛剛沒有卡通世界也可以招 所以他不一定 一定要那個 他不一定是一定要卡通王國才可以用 好來 對方有黑暗遊戲 要扣100 人鬧拉 下了一張神燈 要打我們了嗎 我真的很歡迎你打我 拜託 非常歡迎 非常非常的歡迎 好 準備戰鬥階段 好來 打我們了 來進卡給他打開 來吸他變1800 好來 那用卡通王國的效果 不配戰破 那他GG 直接消滅他一隻怪獸 不會跳了吧 別鬧喔 好來直接結束是吧 好我們等下就直接攻擊囉 謝拉 好來抽牌 阿水 美人魚來了 美人魚來了 好 那美人魚先下 這時候直接生招 直接特招我們的惡魔 好 那惡魔這回合還不可以攻擊 那我們直接攻擊玩家 來扣他1800 而且我們 欸有粒子球喔 煩死了 喔 最討厭粒子球了 欸那多抽了一張牌 喔 粒子球就代表他還可以再活一回合 快快快快 慢死了 喔 想到粒子球就很煩 好啦下了 蓋了一張牌 對方直接生招 欸生招了一個這個 有點冷門的哈 哈 冥界魔王哈迪斯 簡直哈哥 好啦 那他要打過來 我們直接除外代替破壞 欸 撞不死我的 喔他有粒子球 那不知道 有幾顆 應該只有一顆 好來抽牌 喔抽到進來了 水水水 好來先蓋 那用卡通惡魔直接攻擊 好煩欸 果然有 好那我這邊沒有要再打的意思 因為怕我還怕他有 因為我原本想用控制器直接拉過來啊 但是我怕他可能還有粒子球 對 欸 欸 其實也可以直接 喔 白癡 用粒子 用控制器躲粒子球 怎麼沒有用 在幹嘛 哎呀 應該用控制器躲粒子球的 啊 順便可以教學給各位這個玩家 啊 他這個可以捨棄魔 不會吧 手上不會有魔法卡吧 好險好險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收工了 大家收工了 剛剛真的是有點失誤了 應該用這個控制器來躲粒子球的 對 對方直接打過來被我吸掉 好來直接被我吸過來 那控制器躲粒子球各位會嗎 左下角打開 然後在戰鬥攻擊宣言的時候 就是 在攻擊宣言的時候 先不要開這個控制器 然後等他確定他跳過攻擊宣言的時候 粒子球已經不能發了 這時候再打開控制器拉過來 直接撞爆他 好不過沒關係 好險現在都沒事了 一切都過去了 那我們就等直接攻擊囉 不會還有粒子球吧 很鬧喔 哇塞 果然 哇塞 栗子球哥喔 呵呵 所以剛剛有應該要 剛剛如果沒躲過 應該可以直接幹他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對 好 那這場我們就贏了 爽 好 那歡迎各位去玩玩看這副牌 因為簡單 又 強度又覺得還 還蠻夠的啦 但是 呃 我建議啦 如果要玩的長久 還是要有保護場地的卡 我本身是不喜歡這種感覺 要玩就不要怕被炸 那你怕被炸 你又要再犧牲掉一些牌 那 你又要再放一些牌去保護 我覺得很麻煩 那個人自己的觀點啦 那 你可以自己做調整 好 那歡迎各位來玩囉 好 那我是冒煥光 也是浣熊哥 那 呃 今天這個影片 我相信可能一開始 有人會以為走錯頻道了 哇塞 這是傻小啊 進來怎麼一隻浣熊在那 欸 這個非常非常的詭異 欸 那這是跟光哥做的一個 整個 合作系列的一個影片 對 那 呃 主要就是 給各位觀眾 有增加一些趣味啦 那因為畢竟 呃 光哥的牌跟我的牌 有一些 差別 那光哥的牌 偏向於 真的去打天梯 可以爽爽地打 可以幹爆對方 啊 因為我的牌 大部分還是娛樂性質啦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 多多支持 多多這個 多多就是 留言喜歡 欸 那 多多訂閱 那 就是 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啦 那可能 陸陸陸續續 也會跟光哥做一些合作 好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影片啊 這個 一日夢幻光的 一日晚熊哥 入侵夢幻光的影片 就到此結束 各位再見